2018年8月28日,家住在重庆市大渡口去的徐桂香女士,有事找自己的妹妹徐黎明,但是无论她怎么拨打妹妹的手机,对方一直处于关机的状态。 这就让徐桂香感到有些奇怪了,因为妹妹之前一直习惯让手机保持开机的状态,而且她仔细想来,家里人已经有三天没有见过妹妹了。 此时的徐桂香是越想越觉得不安,于是她叫上父亲和儿子三个人立即打车前往妹妹的出租屋,徐桂香掏出平时替妹妹保管的备用钥匙,打开了房门,只见房间里干净整洁,一切跟平日里没什么区别,她想妹妹可能是出去了。 而为了确认妹妹是否外出,徐桂香就打开了衣柜,想看看妹妹的包还在不在。 而此时啊,让徐桂香惊魂的一幕突然出现了。 妹妹徐黎明以蜷缩的姿势被捆绑在了衣柜里,脖子上缠着一条蓝色的尼龙绳,尸体已经僵硬了。 惊魂未定的一家人随即拨打了110。 重庆市公安局大渡口分局的民警接到报案之后,迅速的赶往了案发现场。 民警们通过勘察现场发现,案发现场的门窗是完好无损的,并没有撬压的痕迹,室内也没有任何打斗的迹象。 在场的法医通过对尸体的勘察,对受害者的死亡原因和遇害时间有了初步的推断。 徐黎明死于窒息,死亡前后有性行为,死亡时间是在8月26日下午5点到7点之间。 不仅如此,徐黎明的家人也向警方提供了线索说, 徐黎明平时常常佩戴的黄金饰品,比如项链、耳环、戒指等等贵重的物品,连同屋内的现金、手机等,全部不翼而飞了。 警方分析,从案发现场完好的门窗,没有撬压攀爬的痕迹来看,凶手是属于和平进入现场的。 由此看来,凶手和死者应该是认识的。 可既然是熟人,凶手杀人行凶的目的又是什么? 是建材起义,是感情纠葛,还是蓄意寻仇呢? 通过勘察现场和调查走访,民警们展开了临场的分析,认为此案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是情仇杀害,而第二种就是谋财害命了。 根据案情分析的结果,所有的办案民警兵分两路,一路从死者徐黎明的周边关系开始调查, 将细了解徐黎明是否与人结仇结怨,同时排查和他密切往来的一些线索关系人,或者是有利益冲突的担心。 根据徐黎明周边邻居的回忆,徐黎明本人性格温和,平时为人待事都不错,周围和他接触过的人对他的印象也都很好。 在大家的记忆中,他几乎是没有和人发声过喉嚼,应该不会是与人结仇。 但是,一谈到徐黎明的个人生活,民警却听到了各种说法,死者生活作风有点问题和多名男子均有染。 而与此同时,另一路民警则在仔细的排查,他们想了解,在案发的这个时间段里, 也就是8月26号下午5点到7点之间,是否有可疑人出现在周围。 但是走访工作并不顺利,因为案发当天属于突然的降温降雨天气,天黑的比较早, 再加上这个时间段正好是晚餐时间,所以周边的居民们大家都在家床吃饭, 并没有人留意到是否有可疑的人出现。 此时,警方就推测,如果排除了徐黎明在日常生活中和人积月而昭示的杀身之祸的可能性, 那么会不会是因为徐黎明在生活的感情上出了什么问题,从而给他引来了麻烦呢? 因此,民警决定,将调查的重点放在了和死者徐黎明有感情纠葛或者是有经济冲突的男性身上。 很快,几名各据作案动机的男子便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他们分别是徐黎明的前夫赵某,他的前男友李某,他的同事刘某, 还有一个是看守墓地的老头赵某, 另外还有一个人是徐黎明出租屋附近的一个废品收购站的老板秦某。 而在这几个人当中,首先引起警方怀疑的就是死者的前夫, 根据死者妹妹徐桂香提供的线索说, 徐黎明和前夫离婚多年,女儿一直是由前夫抚养, 由于前夫一直在江浙一带打工, 平日里徐黎明也很少尽到做母亲的责任。 今年暑假,徐黎明的女儿回到重庆来玩, 前夫便向徐黎明提出了一个要求, 让他给女儿买台电脑, 并且还要求徐黎明每个月多支付一些女儿的抚养费。 对此,徐黎明表示不同意, 并且还跟前夫大吵了一架。 通过这些民警不由的怀疑, 会不会是前夫找徐黎明要钱被拒绝之后而进行的报复呢? 不仅如此,徐桂香还向警方提供了一条线索, 在今年七月份的时候, 有人曾经给徐黎明介绍了一个男朋友, 而这名男子是在北京上班的, 并不经常在重庆。 虽然两人交往时间不长, 但这名男子却在徐黎明身上花了不少的钱。 而事实上, 徐黎明对这名男子比较冷淡, 他就觉得徐黎明欺骗了自己的感情。 而与徐黎明前男友具有同一作案动机的人, 就是徐黎明以前工作地点旁边一个守公墓的老头。 而根据警方调查得知, 他和徐黎明这种男女关系保持了多年, 至今两人仍旧有联系。 在交往过程中, 这个人也在徐黎明的身上用过了很多钱, 会不会他也会产生徐黎明欺骗了他感情, 从而进行报复的念头呢? 而另外一个和徐黎明保持男女关系的, 则是离徐黎明出租屋不远的一个废品收购站的老板, 叫做秦鸿春。 他和徐黎明交往的时间比较长, 徐黎明的房租、水电、电话费等也都是秦鸿春在帮他去交。 但与之前那几名男子不同的是, 这个秦鸿春是一个有家室的人, 平日里和老婆孩子住在一起。 也就是说, 徐黎明和秦鸿春之间是一种见不得光的男女关系。 而根据警方掌握的线索, 徐黎明在遇害前几天曾经要求秦鸿春帮他找工作。 而更为巧合的是, 徐黎明在遇害当天正好从工厂里辞职了。 警方分析, 这两件事之间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呢? 会不会是秦鸿春看死者辞了职, 觉得死者要纠缠他破坏他的家庭, 从而下了毒手呢? 而最后一个纳入警方视线范围内的, 就是和徐黎明同场的一个工人。 警方调查得知, 徐黎明在离职之前曾和这个工人发生过激烈的争执, 并且还将这个事闹到了老板那里去, 最后影响了这个工人的名声。 警方在想, 会不会是工人因为这件事情对徐黎明产生了怨恨, 从而对他进行报复呢? 五名男子各有嫌疑, 各有作案动机, 那么凶手是否真的就在他们之间呢? 于是, 民警一边抽取五名男子的血液样本和死者体内的残留物进行对比, 一边呢, 对五个人提供的不在场证据进行核实。 通过侦查, 民警排除了徐黎明前夫、 前男友以及守公务老头的嫌疑, 这三个人都不具备作案的时间条件。 按照秦鸿春的说法, 案发的那个时间呢, 他在家里吃饭, 然后呢, 到隔壁麻将馆打麻将去了, 虽然他的说法呢, 的确有群众可以为他作证, 说呢, 看见过秦鸿春在麻将馆里出现, 但是警方啊, 依旧认为, 秦鸿春所提供的不在场证明并不能成立, 因为啊, 他开的废品回收站离死者的出租屋非常的近, 不行啊, 也就两三分钟, 完成整个作案过程, 可能十几分钟就足够了。 而先前提到的, 和死者曾经发生过争执的那名工人, 在下班之后啊, 也恰好是在案发时间段, 要路过徐黎明居住的地方, 他呢, 也完全具有作案的条件。 但是啊, 就在民警们准备对这两个人进行再次询问的时候, 一个新的消息突然传来了。 在后期对那名工人进行调查的时候啊, 民警发现, 事发的时候他已经回到了家, 小区里有很多的群众都和他聊过天, 也就是说, 这名工人作案的时间和空间都被排除了。 现在啊, 越来越多的嫌疑都指向了秦鸿春, 凶手是否就是他。 而在秦鸿春的家中, 民警呢, 再次正面接触秦鸿春, 让民警暗暗吃惊的是, 这个秦鸿春呢, 竟然丝毫没有表露出慌张的意思。 民警不由暗自的揣测, 究竟是秦鸿春心理素质太好, 还是他根本不是真凶, 所以呢, 才能如此的坦荡呢。 也就在这时, 细心的民警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线索, 在秦鸿春家里呢, 有一段绳索的中间少了一段, 而少的那一段, 也是蓝色的尼龙绳, 他的颜色、质地、长短和套在死者徐黎明脖子上的那段绳索是同一根。 办案民警提取了秦鸿春家里的绳索和案发现场的绳子进行比对,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这两段绳索无论是从颜色还是质地都是一模一样的。 换句话说呢, 这原本就是一根绳子, 被剪断了的可能性非常的大, 现在似乎可以推断, 无论是作案动机, 还是作案时间, 还是作案工具, 秦鸿春都具备了, 他很有可能就是这起恶性抢劫杀人案的真凶。 然而, 谁也没有想到, 住在死者隔壁的一个女孩子, 在这个时候, 却突然回忆起了一个很重要的细节, 而就是这个细节, 让警方的侦破工作突然陷入了僵局。 就在警方将秦鸿春列为重大犯罪嫌疑人的时候, 住在死者徐黎明隔壁的一个女孩, 突然想起了一件让她觉得很奇怪的事。 她告诉民警说呀, 在案发当天六点多左右的时候, 她在家中看电视, 好像隐约听到了死者和门口一个男人在说话, 语气却有些奇怪, 感觉像是姐姐在训斥弟弟, 或者说呢是老师训斥学生。 而根据时间来分析呀, 这个和死者对话的男子极有可能就是凶手。 但是, 如果和死者对话的人是秦鸿春的话, 一两人情人的关系, 徐黎明是不会以这种奇怪的语气和他讲话的。 那么, 这个人是谁? 就在这时, 从法医那里传来了好消息, 之前采集的秦鸿春的血液样本和死者体内残留物对比, 有了结论。 比对的结果表明啊, 凶手并不是秦鸿春本人, 但是, 却和秦鸿春有着单亲遗传关系。 那么, 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这个单亲遗传关系呢? 简单点来说, 就是有直接血缘关系, 也就是说, 凶手呢, 就是秦鸿春有直接血缘关系的男性, 可能呢, 是秦鸿春的父亲, 也可能是他的兄弟, 儿子。 根据警方的调查, 秦鸿春的父亲和弟弟都不在重庆, 他们不具备作案的条件, 现在唯一具备作案条件的, 就是秦鸿春的儿子秦国宏。 事不宜迟, 警方呢, 立即提取了秦国宏的血液进行对比, 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死者徐灵明体内残留物质的DNA, 和秦国宏的DNA, 有99.9%的相似, 也就只说, 秦国宏正是警方苦苦寻觅的凶手。 警方呢, 迅速将秦国宏缉拿归案, 面对危严的公安民警和如山的铁证, 秦国宏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秦国宏交代说呀, 由于呢, 自己没有工作, 平日里呢, 又喜欢赌博欠了一些赌债, 看到徐灵明平时里常常佩戴黄金首饰, 便起了歹心。 于是呢, 在8月16号, 也就是案发当天的6点多, 吃过晚饭的秦国宏, 看到了徐灵明独自从麻将馆走了出来, 就觉得呢, 时机到了。 秦国宏立即紧物, 用菜刀砍了一截绳索, 尾随徐灵明回到了家里。 在三楼楼梯拐角的时候啊, 徐灵明注意到了秦国宏, 就质问他跟着自己干什么, 而为了继续待在居民楼里, 秦国宏呢, 就找借口说自己给朋友签网线, 恰恰就是这一段对话, 被隔壁邻居听到了, 这也就是邻居后面向警方反映说的, 向姐姐训斥弟弟, 或者老师教育学生的语气。 秦国宏呢, 随意编造的谎言得到了徐灵明的信任, 但是为了进一步取得徐灵明的信任, 秦国宏假装说呢, 没带手机, 要借用徐灵明的手机呢, 打电话催一下朋友, 没有丝毫怀疑的徐灵明, 就招呼秦国宏进了屋, 还招呼他呢, 边看电视边等朋友。 这个时候啊, 秦国宏借口说呢, 电视不好看, 想看一下影碟, 徐灵明呢, 没有多想, 就背对了秦国宏帮他找影碟, 而就在这一瞬间, 秦国宏就从背后去抢徐灵明佩戴的项链, 徐灵明呢, 惊叫出声, 这一叫啊, 就让秦国宏心里发慌了, 他拿出绳子, 就将徐灵明的脖子勒住, 被勒住脖子的徐灵明试图挣扎呼救, 但是由于秦国宏呢, 个子高, 力气大, 可怜的徐灵明根本就没来得及呼救, 就已经被绳子勒住窒息死亡, 随后呢, 秦国宏就和已经死去的徐灵明发生了性关系, 最后啊, 秦国宏做完了这一切, 帮徐灵明穿好了衣服, 将徐灵明的黄金饰品, 现金, 手机等贵重物品洗劫一空, 同时呢, 将徐灵明的尸体放在了衣柜里, 然后逃离了现场, 而此时的秦国宏还不知道, 这名刚刚被他杀死并且兼尸的女子, 竟然是他亲生父亲的情人, 当得知杀人凶手竟然是自己的儿子, 秦洪春和妻子呢, 怎么也接受不了这个残酷的事实, 尤其是秦洪春的妻子, 在同时得知丈夫和死者的不正当男女关系之后, 更是饱受打击一并不起, 而随着犯罪嫌疑人秦国宏的归案, 这起在当地影响恶劣的命案, 终于是成功告破, 回顾整个案件, 不由得让人觉得, 电视剧啊, 都不敢这么演, 徐灵明呢, 是死于他混乱的男女关系吗? 那肯定不是, 毕竟犯罪嫌疑人秦国宏呢, 并不是他的入幕之宾, 但秦国宏真的不知道他和自己父亲的奸情吗? 估计啊, 也不见得, 住了这么久的邻居, 不可能没有察觉到端倪, 但事者已已, 咱们呢, 也没有必要去追究细节了, 归根结底呢, 还是秦国宏的贪念, 造就了这一场命案, 而给我们的启示呢, 大概就是防人之心不可无, 一定要注意才不露白。